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移动电台类的产品 它的用户需求分析 我们说为什么移动电台类的产品 它有市场,而且市场还比较大 我们从本质上来说 人们最常接触的四种媒介 它的表达形式,无疑就是视频,图片,文字,还有声音 那么这四种是我们常规当中都接触到的四种的信息 那么从传递的这种信息的直观程度来说 当然是以此递减的 视频最丰富,也最直观 图片呢,次之,文字呢,就再次 那么最为不直观的就是声音了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 视频领域发展的如火如荼 图片,有多少个人在做图片社交 文字几乎是所有产品必须的一个属性 但是声音呢 就相对来说 发展的比较奇怪 那么为什么声音它还是有需求的呢 我们都知道 虽然说我们说声音的这种表达传递信息的直观度是最低的 但是声音它本身也有了天的优势 就是我们可以解放自己的双手和视线 它具有比较强烈的这种伴随性 那么这种伴随性正是声音这个媒介特有的属性 它也是其他媒介不具备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利用所在的时间看新闻 刷朋友圈,看视播,看视频,看图片 这些必定还要占用你的时间 占用你的眼球 占用你的时间,占用你的精力 而只有声音可以同时进行 你可以在运动健身的时候去听音乐 你也可以在开车坐车的时候听小说 你也可以在家务劳作的时候听一听逻辑思维等等 那么这些场景下 那么人们可以通过听来获取信息 并且这种比较愉快的伴随性的声音呢 能够让这项活动做得更加的舒适和方便 所以这就决定了声音媒体 也许不是最火热的一个媒体 但是呢 它却是四种媒介里面 永远不可替代的一种媒介 一种媒体 那我们再从数据的角度来看一看 那么移动电台的用户 他有哪些属性 我们还是拿一关智库六月份的数据 2015年六月份的数据来看 我们可以从这个趋势里面各大移动电台的APP 大家可以看 深蓝色的代表男性 浅蓝色的代表女性 除了励志FM比较奇葩以外 其他的这种移动电台FM 都是男性占据着主力局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 移动电台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偏男性的市场 那么女性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市场空间 那么未来移动电台如果想爆发 那么如何吸引女性用户 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年龄层次来说 也是根据2015年6月份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款主流的移动电台的APP里面 30亿岁下的用户占据了超过50% 也就是说用户呈现年轻化 那么这个是和传统的电台截然相反的 我们知道现在传统电台的用户 基本来说都是30岁以上的 开车的或者是老大妈老大爷 那么移动电台相反 它呈现了一种年轻化 这也是为什么移动电台 被很多投资人看好的原因 它并不老 那么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凤凰FM 它的41岁以上的人 占据了多大绝大多数 这个呢和凤凰本人注重新闻时政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但是主流还是30岁以下 年轻的用户比较多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职业分布 我们说从数据上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移动电台覆盖的这个用户 它的职业类型非常的多 而且呢还相对的比较均衡 那么相对多的是学生 百里还有自由职业 私营业主 那么这个呢占据了相对大的一些比例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电台的用户 我们给它按照类型去划分 那么如果你想建立这个模型的话 分类的话 你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分 我们把这个移动电台用户分成以下几类 有分享爱好者 有自媒体粉丝 有音乐爱好者 有兴趣爱好者 还有传统电台的忠实听众 我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说 分享爱好者 他是一个传播者 也是一个UGC的一个生产者 内容生产者 他是喜欢在播客里面分享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声称电台 然后吸引相同爱好的人去收听 那么我就有很多朋友呢 一开始比较迷恋这个 他觉得自己能够开个小电台 挺有意思的 第二个呢是自媒体的粉丝 那么你光有自媒体 光有分享爱好者 没有人听也不行 所以说呢还需要粉丝 那么现在做的比较火的 大家都知道一些网络的节目 比如说像国际思维 小松奇谈 电视类的金星脱口秀 那么这类节目 那么有很多的粉丝去追跑 那么可能平时没有时间 不方便看电视看视频 那么收听他们的电台的节目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第三类就是音乐爱好者 那么可以随时随地 听自己喜欢听的这种音乐风格 并且呢还能和主播 音乐主播进行一些互动 那么这个是传统的音乐APP 不能提供的 第四个呢就是兴趣爱好者 有人喜欢听小说 有人喜欢喜欢这个听古事 有人喜欢听鬼故事等等 那么最后一种呢 就是传统电台一些忠实的粉丝 你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追某一个电台 比如音乐之声啊 中国之声啊 这类电台啊 我都会 平时呢 没有时间拿这个收音机去听 我就会把它用这种手机的方式去听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用户 把它的主流用户 也就是大学生和城市白礼 把这两个人群筛筛出来 这两个人群是最主要的两大群体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两大主流人群 他们平时使用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 我们先以这个在校大学生为例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校大学生 小小明 小明呢 是个大三的学生 开始大四求职工作 那么课程压力呢 这时候已经不大了 周一到周五呢 都比较轻松 有比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平时呢 喜欢听听音乐 也喜欢追追逻逻辑思维 也喜欢听听口语 练练听力 比较喜欢读书 我们都看看这个小明 平时是什么时候 干什么来收听这移动电台的 首先 在史外嘈杂的移动环境当中 比如说步行 比如说骑车 坐车 这时候他会戴上耳机 听一听之前 下载到本地的英文歌啊 还有一些这个小说啊 逻辑思维啊等等 再比如跑步健身的时候 也是要听一听舒缓的音乐 听音乐 那么由于学生的消费能力呢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 比较在意流量 那么在这种移动的环境当中 更加倾向你听 下载到本地的内容 那么探索新鲜内容的欲望 相对来说一般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学习室内的环境当中 在这种学习室内的环境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也是 在高中的时候 已经习惯了 自习的时候都要听一个 听点这个收音机 或者听点音乐 这个时候呢 可以边学习 边听听音乐 舒缓一下心情 也解除一下这种乏味的 学习生活 这时候我会选择一些 熟悉的电台 或者是喜欢的歌曲 那么第三种环境 就是在宿舍里面 宿舍里的状态呢 相对比较轻松了 忙碌的一天 可以适当的休息 尤其呢 是在晚上夜深临静的时候 对吧 除了看一看参老师之外 也可以听听电台 这时候呢 由于环境比较轻松 一般来说呢 会探索一些新鲜的电台节目 这时候也没有流量的限制 大家都用的WiFi 甚至呢 也会愿意参加一些 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 睡前来听听小说 让自己呢得以放松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人群 第二类人群呢 是城市白领 那么他们一种非常典型的环境 就是在地铁啊 公交啊 火车旅途等 操杂的环境当中 这时候他们往往戴着耳机 把音量呢调得很高 通过线控或者手机物理件 调整音量 然后节目上呢 以时事和所在行业内的新闻 或者音乐为主 偶尔呢还会间歇性的拿出手机 看一看 微信微博的动态 这时候呢 还会打开新闻客户端去看一看 所以这就要求APP在后台播放的时候 要比较强的稳定性 在节约流量上 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虽然白领本身不差钱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土豪 所以说呢 也要对流量进行一些控制 那么第二种环境 就是在独处安静的环境当中 公放 甚至是用音箱系统 此时呢 手机啊 常不在身边 会关注自己喜欢的电台 去认真的去听 这这呢 是注重的是内容 还有播放的流畅度 因为这这呢 已经是在独立的 安静的环境当中 一般来说都是在WiFi的 WiFi条件下 喜欢听高质量的这种音乐 所涉及到的电台 要比较广 听自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第三种场所呢 是办公室 这个时候 一般来说都是配搭耳机了 不会公放 这时候要操作的效率比较高 不能让用户影响工作 最主要的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用户听到 自己想听到的东西 有的时候呢 用户会把主动权交给电台 这时候要要求我们的APP呢 要能够为用户推荐 他想听的节目或者音乐 而且呢 要配合这种环境下 不能给太刺激性的内容 还是在这种音乐 然后可以看待这个音乐 要可以看待这种音乐